天天看视频,英语没口音 今天这个节目呢,教大家一下怎么样来通过这个入籍考试 那跟大家首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解读一下 而且呢,帮助大家吸收这些信息 我告诉大家一些背景信息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What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他们首先要问你呢 美国最高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就是the constitution,美国的宪法 那第二个问题他们要问大家的呢 就是What is the constitution do? 刚刚问你呢,constitution这个问题 第二呢,问他做些什么 宪法是做些什么的 那有三个重要的部分 首先,set up the government,成立政府 然后第二个呢,是define the government,定义政府 第三呢,就是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Americans 保护美国人的基本权利 这个就是三个宪法应该所做的一个机构 那第三个问题呢,我先读一下英语 他说 The idea of self-government is in the first three words of the constitution What are these words? 就是自治的思想是宪法的前三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呢? 是we the people,我们人类 好,这个问题呢,先放置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把前三个问题的一些历史 那美国呢,在差不多1775年左右 开始反抗英国对他们的一些控制 不过呢,他们在1787年呢 才宣布自己的一些自由 还有把这个宪法给创造出来 真正呢,说他们是脱离了英国的一些控制 那当时呢,美国没有总统 还有什么其他的机构 当时美国这个政府呢 只有国会这一个机构 有很多人在场 那他们也是有些辩论的 还有好几个人呢,在场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founding fathers 美国的创始人的这个故事呢 不过当时这些创始人 这些国会人员呢 他们所希望做到的就是 首先脱离了英国对美国的控制 不过第二呢,要保证 美国的政府不会变成像英国 那么一模一样 那英国当时啊,有个国王 而且国王说一,你不能说二 所以他们明显的知道 这些创始人明显的知道 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政府的话 我们就要保证 政府的权利不是完全的 而且人民呢,有一次声音 可以反抗政府 所以通过美国宪法呢 他们是要做出这一些现象 创造这一个现象 所以呢 他们把宪法当中的规矩啊 说成是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有效的 对于老百姓来说呢 是有效 对于有权利的人 一国之首啊 总统啊 甚至当时这个国王的一个位子呢 也是需要遵守宪法上的一些法律的 而且呢 这个法律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document看起来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刚时写这个文案的时候呢 他们前三个字呢 写的是非常大的 We the people 我们这些人类 We the people 那有些人开玩笑啊 他们就说 他们是不是在写美国宪法的时候呢 本来想把所有的字写的是这么大 然后结果呢 写了三个字 发现 哎呦 这个应该是装不下吧 我们只有这一张纸而已 所以之后呢 把字变得是非常小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个玩笑 不过大家要记住这个文案的话呢 非常轻而易举的就可以看见前三个单词 We the people 所以我们可以记住啊 第三个答案 第三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 We the people 所以呢 这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背景故事 好 他们问第四个问题呢 问的就是 What is an amendment 什么是修正法案 那修正法案我待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过现在呢 先把答案告诉大家 就是说 A change to the constitution 改变宪法 A change to the constitution 就是刚才的宪法呢 你要改变它 你需要通过 Amendment来做出一个修正案 Right 或者呢 它可以添加这个宪法里的一些权利 An addition to the constitution 那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其实只说 A change to the constitution 改变宪法就OK了 不过你可以加第二句 或者呢 只说第二句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美国的创始者呢 他们刚开始啊 创这些法案的时候 他们知道 如果我们要写一个宪法的话 那没有办法 我们是写一次 A这个就是永久 这个完美无缺的一个法案了 他们明显知道呢 以后我们应该做出一些改变 其实刚开始他们写这个文案的时候呢 已经差不多觉得 这个是完全厉害的一个法案了 不过呢 美国系统啊 我们知道都是一直在变来变去的 而且有些人呢 就觉得 我们看现在这个宪法 其实有很多人权呢 都没有包括在内 连基本权力都没有包括在内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之后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其实他们当时呢 想出这个修正案的时候 他们已经想改变宪法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创造出来了修正案的这一个概念 那美国总体来说呢 有27个不同的修正案 而且呢 最后一个修正案 是5月5号1992年做出的就是第27条 那下面这些信息呢 是大家不需要记住的 不过呢 只跟大家说一下 作为一个背景的一些cover 好 那我们看看下面一个问题 也就是第5个问题 那他们问的就是 What do we call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我们称宪法的前十项修正法案 为什么呢 就是Bill of Rights 权力法案 那当时呢 美国其实已经有两党这个概念了 不过不是民主党还有共和党 这个是之后创造出来的两党 最刚开始呢 美国有Federalist 还有Anti-Federalist 这两个不同的party 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两个这些信息 大家是不用记住的 不过呢 这两个不同的党派 他们就做出一些辩论 就是说 我希望在美国的宪法上 做出这些改变 另外一些人说呢 有可能呢 我们想做出这些改变 所以他们当时呢 在1787年到1788年的时候呢 做了很多国会上的辩论 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改变呢 怎么样提供给大家一些人权 这些没有办法被碰 或者被改变的一个人权呢 而且他们刚刚记住啊 他们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 那英国当时是怎么样控制他们呢 就是不让他们发音 因为当时英国就是 在美国施加上一些税 因为美国就是一个小colony 属于英国的 所以作为英国的一部分 你应该把税交给他们 当时美国人就觉得 我们在美国这个另外一个领土上 自己管自己的 好像跟英国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啊 所以凭什么我们要给你交税呢 所以他们就说 英国不让我们做出这个反抗 不让我们做出这个发音 而且把士兵送过来 用枪来威胁我们 那么就应该有一些人权 就是说以后美国政府呢 不应该能这样对待我们 就像英国刚才对待我们这一模一样 所以呢他们就说 我们要改变这个宪法 添加一些法律 而且他们当时呢 没有把所有的法律都想出来 他们没有这么聪明啊 他们说我们把十个放进去 这十个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包括 叫成权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right what do we call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bill of rights 好 那这个就带把我们带入到下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第六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看见了这个第六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what is one right or freedom from the first amendment 那修正案当中呢 他们是一到十 所以第一个呢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是就是保证大家有言论自由 不过这个其实不只是言论自由 或者是freedom of speech 它同时也包括了 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自由 freedom to assembly 自由集会 freedom of press 自由媒体 还有freedom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自由上访政府 那这个都是保证给大家 就是说 如果政府呢 做了一些东西 让你感觉不开心的话 你可以发声 当时呢 这些啊 就是还属于英国的美国呢 他们当时没有办法发音 因为他们不是在英国在内啊 他们是属于英国的 所以当时英国的这个国王就是说 美国什么都不能说 因为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property 对吧 你是我的一个财产 一个一个领土 所以呢 我说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你不能反抗我 所以他们就说呢 第一个我们要保证的就是 我们可以发言 对吧 不能说话 憋得多么困难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 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那对于第二呢 我们看见啊 这个有很多美国人呢 当时啊 有很多人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时候 做这个Mayflower这条船 过来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人过来 是因为他们在英国待不下去了 英国呢 他们有一个宗教的系统 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英国居住 成为英国的一个公民的话 你必须要跟随英国的这个宗教 如果你不去教堂的话 你会被罚款 如果你没有任何宗教的话 你也会被罚 而且你是被逼需要去教堂的 所以在宗教这方面呢 美国啊 当时英国呢 是没有任何自由的 甚至国王呢 都不能在这个教会之上 或者不能在他们的这个church之上啊 所以他们要保证呢 我们在美国这个新的一个系统 我想有什么样的宗教呢 我就可以有什么样的宗教 我信什么都可以 你管不了我 而且我要反抗政府的话 政府如果是对我施压 收我的税 无要过收我的税 那我也想具体来抗议 对不对啊 所以自由集会 还有freedom of press 那美国啊 当时在抗议的时候呢 当时英国就是在他们报纸里说 美国是什么什么坏蛋 你看我们英国对他们多么好 照顾他们 给什么东西 给他们查验 他们都扔到河里了 所以呢 当时把美国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 而且呢 英国当时的报纸 也是被控制住的 如果当时的国王 不想让你验什么 你就不能验什么 所以当时的这些创始人呢 他们就知道 如果美国有同样的一个系统呢 那美国这个 也不是一个自由系统了 所以呢 他们要保证 媒体是自由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美国啊 深入在美国 而且我可以每天在节目上 如果想骂总统 任何一个总统 我都可以这样做 而且在美国骂总统呢 甚至是一个传统啊 所以呢 自由媒体是非常好的一部分 那最后呢 就是Petitional Government 上访政府 对吧 所以呢 就是给人们一个声音 他们要保证呢 人如果跟政府有差的话 你有一个系统 可以跟他们对峙 不像英国当时啊 英国有个国王 英国 英国国王 如果想把你的妻子 夺过来的话 你没什么说的 就需要把你的妻子 供上门了 所以呢 这个是 The First Amendment 第一个修正法案 所包括在内的 不过你只需要记住 Freedom of Speech 这个就OK了 好 那第七个问题 那读一下英文 它说 How many amendments does the Constitution have 宪法有几个修正法案 那刚才解释当中呢 我已经告诉过大家了 是27条修正法案 最后那条呢 是1992年5月 这个5号 所建立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 这个小问题啊 就是说多少个修正法呢 是27 27不知道怎么样记啊 我个人呢 我是27岁 大家可以想到我 就是想到X X是27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修正法 也就是27个了 跟我一模一样 对不对 比较容易记下来的 第八个问题 说了些什么 首先我读一下 这个英文翻译 它说 What di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o 这个独立宣言 做了些什么 独立宣言 对吧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就是宣布我的自由 Declaration of my independence 那这个答案呢 当然就是 Declared US Independence from Great Britain 就是宣布美国脱离了英国 这也比较容易记住 对吧 What di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o Declared US Independence from Great Britain 这个是第八个问题 好 那咱们下面呢 看看第九问题 说了些什么 那第九问题呢 就是说 What are the two rights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就是说 独立宣言其中的两项权力 到底是什么呢 那大家记住啊 这个Declared US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跟美国的宪法 还有修正法案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答案不是说啊 自由发言啊 或者right to bear arms 这些 这个不是答案 答案呢 就是life 生命 liberty 自由 或者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幸福 他们当时宣布自由的时候呢 宣布就是说 我们自由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 基本的权利 生命 自由 追求幸福 如果你看过任何 就是美国 爱国这些片子呢 你就看见 life liberty pursuit of happiness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自由呢 都是美国 Will Smith这个影星啊 所拍的一个电影 所以大家切记 如果你要听这个考官问你说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要切记切记 这个跟宪法是完全不同的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就要想到 life liberty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三个 其中两个 说出来的话 你就是OK了 不过呢 不要 不要把它 跟这个美国修正法 迷惑在内哦 好 那下面 看一看呢 第十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呢 就是又问回到了 当时这个修正法案当中的一个 一个因素了 说 What is freedom of religion 宗教自由 是什么呢 那刚才跟大家解释过了 那说一下这个英文答案 就是说 You can practice any religion or not practice a religion 你可以信任何宗教 或者不信宗教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 他们是想脱离这个英国的一个控制 英国你是没有办法不信宗教的 而且你的信仰呢 不是Catholicism 那你就不行了 当时呢 从英国过来的 差不多都是算这个Lutherian 当时有一个叫Martin Luther 一个人 不是Martin Luther King啊 叫Martin Luther这个人呢 他是弄了一个全新的一个 一个religion 就是全新一个信仰 当时Catholicism 就是英国 霸占英国的这个宗教 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去教堂的话 你需要给点钱 你死去这个亲人呢 他们都是在一个叫Purgatory 一个地方逗留 他们没有办法去天堂 没有办法下地狱 所以呢 你给教会一些钱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证 你的这些死去家人灵魂呢 他们可以去天堂 如果你不给我们钱的话 他们就会永久逗留在Purgatory 没有办法上天堂下地狱 这样子的 那有很多人呢 当时就信他们了 而且呢 这个英国当时的这个宗教 是收税的 所以美国这些创始者 就知道呢 我是想让大家自由有宗教 对吧 不让他们像英国那样 被他们的教堂 被压在脚下 好 那这个是第十个问题 咱们看看第十一个问题 是些什么 而且这十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我先读一下英文呢 他说 What is th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经济系统呢 到底是什么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答案呢 是capitalist economy 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capitalist economy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现在这个不知道的话 那我就交听一下 不过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一般都是为自己 这个资本主义而感觉非常自豪的 就说 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呢 是让美国变得这么伟大的 对不对 capitalist economy 好 这是第十一个问题 就最后一个 关于政府的一个问题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他说 What is the rule of law 法治是什么 那答案就是 Everyone must follow the law 每个人必须遵守法律 那rule of law 就是这些创始者呢 创造美国的人 他们说 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呢 法律是完全在最上面的 我们可以保护一下 人民 我们需要有个政府 不过我们需要保护 最终的是人民 因为这些人呢 他们是先是人民 之后再变成政府的 所以呢 他们就创造了 rule of law 这个法治 对吧 那第一就是 Everyone must follow the law 每个人都必须要遵守法律 第二呢 就是leaders must obey the law 领导者必须遵守法律 因为当时国王呢 就是在法律之上 如果国王想做些什么 而且呢 现在的法律没有包括在内 没有允许他这样做的话 国王就会改变一下他的法律 那当时英国国王呢 是非常厉害啊 当时他想结婚 随便结婚呢 不过他想结婚的这一个女士呢 他不属于这个 Catholicism 英国当时的一个宗教 所以呢 在英国的法律之下 他不能跟他结婚 所以那个国王就说 我创造一个法律吧 我作为国王 我创造自己的一个宗教 我创造自己的一个church 那当然他真这样做了 而且他跟这个妻子结婚了 不久之后呢 给他咔 斩头啊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见 在英国当时这个国王呢 是在法律之上 所以呢 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国王的领导之下 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呢 就知道啊 之后我们要保证 就算你是国王 就算你是一国之首 你也在法律之下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呢 不是为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我们是要用法律 来建立一下我们的政府 所以呢 leaders must obey the law 领导者必须遵守法律 下面呢 下面一个答案 就可以说 government must obey the law 政府必须遵守法律 跟国王这个概念呢 跟领导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你是不是政府 是谁创造法律 不创造法律的 你都是在法律之下 法律是控制你的 不是反过来的 那最后呢 就是no one is a person above the law 没有人能超越法律 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可以在法律之上 就是任何人都不例外 法官呢 或者是总统啊 或者国会人员呢 所以这个是控制美国的 一个大答案 所以what is the rule of law 对吧 everyone must follow the law leaders must obey the law government must obey the law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好 那这个就是前12个问题 而且呢 这个问题是关于美国政府的 第十三道问题了 那他的问题是 name on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政府的三个分支其中之一 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所以呢 我先读一下英文的答案 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第一是congress 或者legislative 就是国会或者立法的一个意思 那第二呢 第二呢就是president 或者executive 就是总统 或者行政的一个意思 第三呢 是the courts or judicial 法庭 司法 所以在美国呢 刚刚建立的时候啊 这些创始人就是觉得 哎 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呢 政府是公平的 而且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太多的权利 因为他们脱离英国国王的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不能再次有个国王了 所以呢 他们把政府分了三个不同的分支 而且呢 三个分支呢 每一个都没有完全的权利 三个分支呢 都是有公平的一个权利 每一个分支呢 都是没有办法超过另外两个 所以任何两个分支 可以合集起来呢 控制第三个 这个保证呢 哎 大家都是和平的 而且呢 这个数字啊 三大家要来注意一下 因为呢 这些创始人 他们想保证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扯平 没有办法往前 而且呢 不能往前走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最高法庭上有九个大法官 九个大法官呢 就代表他们没有办法来打个平手 而且国会呢 我们看见 这个参议院呢 虽然是五十个 是民主党五十个 是共和党的 不过副总统呢 可以进来 把他们如果打平的话 可以把这个打平给解决一下 what stops on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from becoming too powerful 是什么阻止了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呢 变得过于强大 那这个答案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过的 是checks and balances 这个制衡 或者是separation of powers 三权分立 那回答这个答案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要听他们问呢 too powerful 对吧 怎么样阻止一个机构呢 变得是太过于厉害了 对 too powerful 你听powerful 你就说 哎呦 那就把这个power 分支不就得了 分开这个power separation of powers 那这个是非常容易 记住的一个答案呢 大家可以记住啊 power 把它分开 separation of powers 好 那咱们看下一道题 是什么 读一下英文翻译 那是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谁负责行政部门 那记住第一个问题啊 他说的是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 这个政府有权利的机构 这个国会呢 还有总统 还有法庭 所以呢 总统啊 是负责 管理这个行政部门的 所以答案呢 就是the president 如果你要听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问executive branch 你听executive 你就想到了 一个公司的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你就想到 美国哪一个人 可以算是领导 那你就想到executive 那就是总统啊 就可以记住这一个问题 好 那咱们看第16道问题 先读一下 他说 Who makes federal laws 谁制定联邦法律 那先读一下答案 那答案呢就是 Congress 国会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参议院 还有众议院 或者是 U.S. Legislature 立法机关 好 那记住这个呢 我们要记住一下 这个美国三个不同的 这个分支 到底是负责些什么 首先呢 国会啊 他们是唯一可以创造法律 把法律弄出来的 因为国会呢 是代表所有的人 你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 因为每个州呢 都有他的代表人 都有他的参议员 所以呢 他可以更加包括呢 大家的一个 一个概念 一个精神 所以这个总统呢 还有法庭 没有办法来建立法案 只有国会 可以建立法案 那国会建立法案呢 总统是批准法案 而且种种的 要执行法案的 这是总统要做的 不能创造 不过他可以执行 他可以批准法案 那最后就是法庭了 那法庭是保护法律的 如果有个法律呢 他可能不是那么明确 所以呢 有些人想打官司 就是说呢 我觉得这个法案不明白 我不知道在这个底下呢 到底我是对的 还是另外一个人是对的 那法庭呢 就会来看一看 这个法律到底说的些是什么 而且他们会保护一下 这个法律 说谁到底应该是对的 谁应该是错的 所以呢 你要听 Federal Laws 你听到Laws Who makes laws 你就要想到 国会 Congress 就记住这一道问题了 好 下面我们看看 第17道问题 读一下 他说 What are the two parts of US Congress 美国国会有哪两个部分 那刚才好像已经说过了 不过呢 答案是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那不过这个House 你其实就说House就行了 不用说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就记住啊 Senate还有House Senate就是参议院 House就是众议院 那在刚开始呢 美国其实在决定国会的时候呢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刚开始他们就说啊 哎呦 我们把每一个州呢 给他们送两个参议员 应该就OK了 对不对啊 毕竟是公平的 美国有50个州 所以呢 每个州有两个 代表所有的州呢 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声音 不过之后呢 有些人就说啊 哎呀 这个不对啊 我们只有Senate 我们只有参议院呢 这个好像不公平啊 因为你看有些州呢 包括现在的加州 这么多人 不过其他一些州呢 阿拉斯加 哎呦 这么点人 所以你能告诉我 加州这么多人 他们的声音呢 是跟那个阿拉斯加 那么少的人的声音呢 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他们就说 哎呦 那我们这个参议院呢 是好主意 我们保留住 不过另外呢 我们要创造出来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 所以呢 一个州 如果人多的话 那我给你更多的 这个众议员 来代表你 所以加州的众议员 一共是53个 不过呢 有些州 包括这个Vermont呢 因为他们人太少了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众议员 所以呢 两个加起来啊 国会啊 这个国会的这个参议院呢 Senate 还有众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总体来说 保证所有的州 有同样的声音 那同样呢 这个参议院呢 这个Senate 也是来保证 虽然一个州 人不是那么多 不过它还有一个声音的 好 那咱们看看 第18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先读一下 那是 那刚才我们解释过了 每一个州呢 在参议院上 可以有两个代表人 所以呢 美国有50个州 50乘以2 就是100 所以答案是 100 100个参议员 Senators 100 Senators 比较容易记住哦 好 那咱们看看下面 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第19个 那我先读一下 他说 We elect a US Senator for how many years 我们每几年 选举美国参议员 答案呢 就是 6 6个 6年 6个年 那为什么6年 这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数据 对吧 总统每4年换一次 这个众议员呢 每2年换一次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参议员呢 6年换一次 那在美国这些创始人呢 刚开始他们决定啊 总统做4年 这个咱们已经决定下来了 对吧 不过呢 如果一个人只能做4年这个位置 或者只能做2年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是多么的复杂 你要做出任何行动的话 哇 你4年恐怕好像做不了了 所以他们害怕的就是 任何总统上台 或者任何众议员上台 怎么只能关注一下短期的 这些政治上的一个目标 而且短期目标呢 没有关注长期 所以很有可能有出一些大误 所以他们说呢 诶 我们看总统做完4年 有可能走了 有可能做8年呢 不过呢 做完4年就有可能走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保证呢 做上总统位置 或者在政府里的人呢 不只会关注短时间的一个目标 而且可以长期关注呢 所以他们就是说呢 在国会 这个参议员呢 我们给他们6年的时间 所以是超过一个总统 所以虽然总统有可能走嘛 不过总统还有一部分人呢 留在国会上 可以帮助他们继续往下坐下来 那作为一个参议员呢 没有办法你说 诶 你一共可以做6年 不过只有前4年 你有一个目标 后面这两年什么都不做 这个是没有办法 让他们再次竞选的 所以呢 你要作为参议员的话 你要保证 你可以帮助现在的总统 做出一些东西 而且呢 在总统有可能走了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做出 就是对人们的一些好处 就远期的远长的 做出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规定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的Senator 美国的参议员 可以在座位上做6年 比总统多出来2年 好 那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第20条问题 谁是你所在州的美国参议员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当时记住我在考公民的时候呢 我只回答了一个就好了 当时我的州呢 差不多就有一两个 所以呢 所有的州都有一两个 所有的州都有两个参议员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网站上呢 就查一下这个Google 每一个州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这些信息 所以呢你可以在Google上查一下 Who is my state senator 我州的参议员到底是谁呢 然后把这两个名字记住呢 你就应该OK了 其实两个名字当中你记一个 他们应该可以原谅你的 我记得当时呢 我好像说出了一个第二个呢 我应该也说出来了吧 名字应该是比较好记的 不过至少要记住一个 最好最好记住两个啊 这个百分之百可以弄过 不过如果您住在华盛顿DC的话 Washington DC 也就是说哥伦比亚特区呢 你要记住他们没有参议员 为什么呢 因为Washington DC 啊 华盛顿DC啊 不好意思啊 哥伦比亚特区 这个华盛顿DC呢 它不是一个州 所以它不是一个州 所以它就没有投票了 所以你在那里的话 没有办法有一个参议员 或者是众议员 这个你要记住啊 所以任何观众呢 如果是从这个 Washington DC出来了 你要记住 你要这样回答问题 我们这个地区呢 因为不是一个州 所以没有参议员 所以这是第二十条问题 好 那咱们下面看看呢 第二十一条问题 我读一下 它说 那答案就是 那这个呢 你只能此计应备了 没有办法 就是让大家记住 所有的州 有多少个这个众议员呢 然后把它都加起来 这个数字太太太不同了 每个州都有不同数字 一个或者是53个 中间什么都有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技巧 来帮助你记住这个数字啊 你要听见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w many people 对吧 那你就想 哎 三四五 不过把三和四给调过来 所以是四三五 不是三四五 是四三五 众议员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这个就记住了 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分享给大家 好 那下面咱们看看吧 第二十二个问题 先读一下 他说 we elect a US representative for how many years we elect a US representative for how many years 我们每几年选举美国众议员 那答案是 2 两年 你要听见house这句话呢 说how many years 对吧 house representative 那你就要记住这个答案是2 那就是因为呢 首先你要看看这个众议院跟参议院相比呢 明显呢 参议院上的人他们是 我觉得文化水平应该是更高一点吧 他们应该更加绅士一点 因为每次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我看见众议院在谈判的时候 很多人呢 哇 直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说出来了 他们这毕竟呢 有435个成员 所以不能保证每一个成员呢 都是多么多么厉害的 他们是直接要代表这些人民 不过为什么两年呢 那就是因为啊 当时这个创始者 一个叫James Madison一位人呢 他觉得 如果你要代表人民的话 而且代表你州里的群众的话呢 你需要理解你的群众 你需要跟你的群众呢 一直来互动来沟通 而且你只能在这里当两年 所以意思说的就是呢 你是有足够的时间 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知道学习 不过学习够了之后 两年到时候了 你要再回去 你要再竞选一下 如果你两年做的比较好 你代表你地区的人了 你可以再次出来 可以再次做 不过你不代表人民的话 因为这个是直接代表人民的一个官位啊 所以你就会被耍掉了 那这些人如果想两年选一次的话 他需要跟自己的人民沟通一下 跟他们见面 跟他们说话 看看我到底作为你的代表人呢 有没有代表你 有没有关注你的需求 所以呢 James Madison呢 这位这个创始者 他就是说我要让大家两年保证他们呢 可以听从他们的人民 不能在这个座位时间做长了 而且呢 因为有这么多人 435个这个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的people 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们可以代表 他们应该代表的一些人 好 那咱们看看第23条问题 Name your US representative 哇 谁是你的众议员 这个又是回到了 你要去Google上调查一下 而且呢 这个你不用全记住啊 如果你住在加州的话 你总不能记住53个名字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如果是在参议院的话 Senators两个 你两个名字都记住 比较容易的 不过再说到你的众议员的话 你只需要在Google上找到一名就行了 所以找找最普遍 最容易记住的名字 你就应该OK了 不过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华盛顿DC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州 所以呢 没有任何众议员 如果你从Washington DC过来的话 哥伦比亚特区的话 那你就跟大家说 Because my territory is not a state We have no representatives 或者你就说 I'm from DC We don't have representatives 这个就是正确的一个答案 好 那咱们下面看一看 第24条问题 我先读一下 它说 Who does a US senator represent 美国参议员代表谁 Who does a US senator represent 答案是 All people of the state 所有州里的人 这个呢 也是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答案 其实呢 要问你参议院或者众议院 Senators or representatives 对吧 还能代表谁 代表你州里的人 不能代表所有人 那不是说 They represent us 那是说 Represent everyone in the state 因为每个州都有不同的 Senator或者representatives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你用逻辑 就可以把这个给推理出来了 好 咱们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呢 就是第25条问题 Why do some states have more representatives than other states 为什么呢 有些州的众议员数 多于其他州 这个是我们刚刚解释过的 因为呢 有些州啊 他们人太多了 有些州人太少 我们总不能把 就人口太不同的人呢 给他们同样的一个声音 对不对啊 毕竟人多 你需要更多的声音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你要作为一个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对吧 代表人 这个众议院的代表人 你需要代表你州里的人 不过你州里的人多的话 你的代表者呢 会比其他人口 不是那么多的这个州呢 多出来一些 所以答案是 Because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说 Why do some states have more than others or because this state has more people than other people 对吧 我们的人比他们多 所以我们的representative 比他们更多 就是这样子 记住这条问题 好 那下面呢 咱们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26条问题 We elect a president for how many years 我们没几年啊 选举总统 这个我相信大家 如果住在美国的话 都知道答案了 就是四年 four years 听住president how many years re-election 就是说呢 four years 稍微一个背景信息啊 刚开始的时候呢 在美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其实呢 就是要决定 一个总统到底要是做几年呢 当时有些人说 要做七年一个term 有些人呢 说十年 十二年 要做一个term 不过当时他们又想到了 我们刚刚脱离英国的这个铁掌啊 所以我们要保证 我们之后竞选出来的总统 没有办法当成一个国王 所以他如果在上 做太长时间了 他就有很大的一个权力 所以我们要保证呢 他没有那么多的权力 没有办法长久的 这个座位上待着 如果你做得不好 我们四年给你刷了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四 这个数据拿出来了 当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就是这个四 这个number呢 是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当时呢 国会就是说 我们让总统呢 在一个term做四年 所有的州 看你投票同不同意 当时呢 美国这么多 当时应该不是五十个州啊 美国当时呢 所有的州都是说 我同意 除了北卡 North Carolina 所以呢 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一个数字 所以总统呢 在座多少年 How long Will you like the president for how many years 答案就是 4 years 好 那咱们看看下面的一个问题 第27条问题 In what month do we vote for president In what month do we vote for president 我们哪一个月举行总统竞选 11月份 November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不过我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一个故事 就是帮大家记住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11月份呢 给竞选总统 其实呢 这个原因呢 是我们要回到19世纪的时候 我们刚刚开始选举的时候呢 那在19世纪 其实大多数投票的人呢 大多数住在美国的人 他们都叫耕田 他们没有什么科技公司啊 脸书什么这些 大规模的公司啊 来去工作 所以大多数人呢 都是耕田 给自己买吃的 把吃的卖给其他人 这样来赚钱 所以呢 投票的人如果都是耕田人的话 那你什么时候投票 需要关注一下这些耕田人 那么我们要不要在春天呢 或者是夏天呢 举行选举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春天呢 还有夏天是种东西的 这个时候啊 你种菜种籽什么的 所以你春天呢 夏天你都不行 不能影响人种地啊 对不对 这是大家 当时十九世纪 所有人的一个日上生活 所有人的一个工作 不能打扰人的工作 所以春天 夏天 淘汰了 不过呢 我们看看 能不能呢 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或者在秋天刚刚开始的时候 举行选举呢 这个也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还有这个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大家丰收的时候 好不容易种完这个籽了 带丰收了 你总不能让这些农民 在丰收的时候 忙着割田 忙着给自己添粮食的时候呢 让他们去选举 对不对啊 所以这么说 哎呦 那夏天的结尾 还有秋天的干事也不行 那冬天行不行呢 哎 我们要记住啊 首先呢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可以去投票了 或者坐车去投票 大多数人作为农民呢 没有办法 自己家买一个马呀 当时车也是没有 没有存在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很多人呢 需要差不多旅行一天的一个路程呢 才能去投票 所以他们觉得 哎呦 这个呢 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而且呢 在冬天呢 美国当时冬天 非常的冷 大雪满地都是 而且没有扫水的服务 所以很有可能 天太冷了 雪太多了 哇 你让人就是 一天走过去 在大雪中 一天走过去走回来 有时候人就是丧命了 对吧 之前的冬天 没有足够的保护 没有车的情况之下 你很有可能 把手指头动掉啊 或者直接冻死了 所以他们说 冬天也不行 那还剩些什么呢 哎 那就是秋天的结尾啊 也就是11月份了 哎 所以呢 他们就决定 11月份是我们 竞选总统的好时机 而且呢 这个 他们是决定了之后呢 他们又说 那我们决定了 哪天让大家竞选呢 对不对 我们要定一个 11月份的一个日期啊 那这个也是牵涉到农民了 因为呢 在周日的时候呢 当时很多美国人 都是有信仰的 而且呢 他们在周日都需要去教堂 去教会 所以周日你不能举行选举 那周六也不能举行啊 这是一个周末 对吧 周末呢 国会人员也想在家休息啊 大家都想在家里休息 你总不能夺走人的周末 对不对啊 哎 所以呢 周日不行 周六不行 哎 那那周一周二呢 怎么办呢 那周一周二 哎 其实还是比较OK 那咱们看看其他这些天吧 周三行不行 周三不行 因为很多人都是农民 而且周三呢 通常啊 这个传统来说 是农民把他们东西 封收之后呢 上市场来卖 在打击上来卖 所以呢 周三不行 周四周五 太靠近周末了 所以也不行啊 不过周一呢 我觉得刚刚度过周日 周一这让人 让人在选举也不好 对吧 总不能周日教堂 做完之后 你马上赶上路程去选举 周日呢 在这个信仰当中 应该是休息的这一天 所以他们说呢 周日不行 周一不行 那咱们就周二吧 不过周二没有办法定个日期 因为在十一月份呢 任何一个日期 有可能啊 在一年是周一周二周三 有可能另外一年呢 可能是周六周日了 所以他们觉得呢 哎 我们这样定吧 十一月份 过完第一个周末之后的 第一个周一的之后呢 周二 我们举行选举 所以呢 It's gonna be the first Tuesday after the first Monday 所以刚过完这十一月份 第一个周一的时候呢 就是周二 是我们的选举日期 只给大家做一个背景 一个故事啊 希望可以大家 让大家更加容易地 记住这一个问题的答案 不过相信大家呢 也是非常明确地知道 十一月份是选举呢 第28 说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现在美国总统的名字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esident 这个你应该知道啊 就是Joe Biden 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不过至少在这四年呢 这已经是 还剩三年了 这几年之内呢 是周拜登 乔拜登 非常容易记住了 这个你如果答不上的话 真的有可能 没有办法成为公民 那下一个问题 也是比较简单的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现在美国副总统的名字 是什么呢 Kamala Harris Kamala Harris 你要说Kamala Harris 或者Kamala Harris 其实他们都能让你过的 不过要说准 他的名字的话是 Kamala Harris Kamala Harris 这个应该让大家记住了 第30道题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些还是关于政府的 If th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如果总统不能任职的话 谁能成为总统 答案呢就是 The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 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那规矩是这样子的 如果总统没有办法 再当他的位置 那副总统会代替他 如果副总统也不行的话呢 那我们就看见 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他就会当上总统了 所以他可以记住这个顺序 不过听见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The vice president comes there 对吧 President之后是Vice president之后呢 才是House representative speaker 好 这是第30道题 咱们看看第31道题 其实呢 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第31道题 我先读一下英文 他说 If bo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can no longer serve Who becomes president 如果总统和副总统都不能任职的话 谁能成为总统呢 就是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众议院议长 你就可以想一下 如果总统不能当了 副总统也不能当了 谁能来替美国说话呢 说话不就是speak吗 那说话的人就是speaker speaker of the house 就是代替总统之后 还有副总统之后 一个当为总统的一个人 所以第31道题呢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Who replaces the vice president after the president 好 那咱们看看第32道题 Who i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ilitary 谁是陆军总司令呢 就是总统 这个有些观众可能觉得比较奇怪 总统不是带领美国的吗 怎能成为带领部队的 不过当时美国的创始者 他们就决定 国会是可以宣布战争的 不过带领部队的 只能是总统而不是国会 所以调动这个美国的陆军 还有海军呢 是总统 他是commander-in-chief 所以你如果听见这个 这个采访人员呢 问你说commander-in-chief Who is commander-in-chief 那你要马上想到 the president 通常来说呢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答案 那这个就是第32道题的一个答案 好 那咱们看看第33道题 Who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 谁签署法案成法律 那法案呢 bills我们都知道谁签署 因为我们看见上次的这个川普 现在的拜登总统呢 都是签了好多的行政法令 所以答案呢 当然是啊 The president 总统 Right The president signs bills to become laws Who signs bills The president signs bills 好 那咱们看看下面这一个问题 他说的是 Who vetoes bills 谁可以否决法案 Who vetoes bills 那同时啊 总统可以把一个法令签成法案 不过呢 同时他也可以否认它 所以答案呢 还是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vetoes bills 那通常这个顺序就是 国会呢 会create bills Congress create bills President signs bills or vetoes bills 对吧 国会呢 创造法律 不过这个总统呢 会签署法律 或者否决这个法案 那这否决情况之下呢 这个法案会送回到国会 那国会呢 会再次投票 如果呢 在国会的众议院参议院 他们都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这个支持的话 那总统不管他有没有否决 这个法案呢 就会变成法律了 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好 那第三十五道题 咱们来看一下 What does the president's cabinet do 总统的内阁做什么呢 那英文答案就是 Advises the president 向总统提供建议 那进入这个问题呢 就可以想一下 President cabinet Cabinet呢 在英语来说 不应该是个柜子嘛 对吧 所以你要把东西放进柜子里 为什么把东西放进柜子里呢 因为这个柜子里可以告诉你做些什么 你放进的东西可以指唤你 对吧 所以President's cabinet advises the president tells him what to do 对吧 President's cabinet tells him what to do 总统的内阁呢 告诉总统做些什么 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给大家可以来记住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柜子Cabinet 有没有举好例子 不过能帮大家记住这一个答案的话 那就是好事了 好 下一个问题第36条 What are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What are two cabinet level positions 内阁两个职位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记住啊 你能听出来Cabinet 内阁这个单词的时候呢 听见two cabinet members的时候呢 你就记住 哎呦 他问我美国总统的内阁官员 有两个到底是什么 那我看见背后有这么多不同的部门 对不对啊 其实呢总体来说内阁官员一共有15个 不过你只需要提供两个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先读一下所有这些英文翻译吧 有可能有些人呢 更容易记住一个 不容易记住另外一个 不过我建议大家的呢 是只记住最后这两个 不好意思啊 最后这一个Vice President 就是副总统 Vice President 也算是内阁官员的一个成人 而且是非常容易记住的 那第二呢 就是国务卿 相信大家都知道呢 美国国务卿 美国国家呢 都有国务卿对吧 所以Vice President Secretary of State 这两个呢 在我个人来说 是最容易可以记住的 不过呢 一方万一 我把所有的名字 都跟大家读一下 首先内阁官员的位置呢 就是这些是更容易记下来的 其实有15个剩余的 我就给消除了 应该是比较 更加难记的 不过呢 可以让大家容易记下来的 就是首先 Secretary of Defense 国防部长 Secreta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长 Secretary of Energy 能源部长 Secretary of Labor 劳工部长 Secretary of State 国务卿 Secretary of Treasury 财政部长 Attorney General 总检察长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 好 Let's move on 第37条问题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司法部门做什么? 美国政府有三个不同的分支 到底是什么呢? Executive 或者是总统 或者是这个 Congress 对吧 或者是 Legislative 那最后就是 Judicial 或者 Supreme Court 那我们之前也是复习过啊 就是说呢 国会可以创造法律 对吧 写一个法案 然后不过呢 总统把这个法案 变成法律 签署法律 或者是拒绝它 那不过Judicial branch 司法或者最高法庭 咱们只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法律 你如果觉得呢 在这法律之下 你是受到了伤害 所以你可以去最高法庭上说 这个法律呢 在这个法律之下 我是受到了一些损伤 所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法律 我到底是不是受到一些伤害了 我应该得到一些补偿 所以Judicial branch 司法部门 他们呢 是可以审查法律 Review laws Right The judicial branch reviews laws What does the judicial branch do? Judicial branch reviews laws 或者你可以说呢 Explain laws 对吧 如果你听到Judicial Judicial呢 是法案 那为什么人家去法庭呢 就是因为这个法官 要把法律解释给大家 解释给他们说呢 为什么在这个法律之下 你应该得到补偿 或者你不应该得到补偿 下面你可以说是 Resolves disputes 解决争议 那最后就是 Decides if a law go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决定法律是否违反宪法 那其实大家在这些答案当中呢 其实给一个就行了 给两个的话 给你加个分啊 所以你要看看哪个记起来 是更加容易的 其实你要听Judicial的话 那Judicial就是法律 那法律是干什么呢 大家打官司啊 你决定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所以你可以其实记住呢 Resolve dispute 或者是settle disputes 对吧 不过对我来说最容易的就是 Judicial我就觉得是review laws You know they explain laws 他们把法律解释给大家 对吧 因为总统签署 国会呢是创造法律 所以Judicial呢 就是解释给所有人大家 好 那这是第三十七条问题 咱们看看第三十八条问题 What is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最高法院是什么 答案是 The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所以这个问题呢 你要记住啊 你要听 Highest court What is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Supreme这个单词 相信大家都记住啊 Supreme是最高的 对吧 你有higher 不过Supreme是在最上面的 那美国呢 每个城市有自己的法律法庭 每个州呢 有自己的法庭 不过呢 在所有法庭之上呢 就是最高法庭 Supreme Court Highest court is Supreme Court 第三十八条 好 第三十九条 How many justices are on the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有多少名法官 答案是 九个 这个呢 只能死尽硬碑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就是技巧啊 不过呢 同时我们要复习一下 因为美国不止是 一直以来都有九个法官 那他们之前呢 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辩论 不过最后呢 他们才决定啊 有九个法官 不是创始都这样的 不过咱们记住啊 Supreme Court justices Nine of them 九个 就OK了 对吧 好 那大家记住 九个法官在最高法庭上 Nine justices in the Supreme Court That's it Easy Simple Number 40 Who is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现在谁是美国的首席大法官 当然就是John Roberts 这个也没有什么技巧啊 John Roberts 只能死记硬碑了 好 那第41条问题 这个有点长 不过呢 我先读一下 大家听听哦 Under our constitution Some powers belo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根据宪法呢 某些权力属于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一是什么呢 我先读一下答案呢 To print money 印钱 To declare war 宣战 To create an army 组建军队 To make treaties 签订条约 What is th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咱们就想到 美联储使劲印钱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ints money They printed trillions last year 对吧 所以呢 Federal government prints money 最容易记住了 你只需要呢 跟大家说一个答案就行了 好 第42 Under our constitution Some powers belong to the states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states 好 那他们现在说的是 州政府 Power of the states 所以呢 我先读一下英文翻译 Provide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提供教育 Provide protection 提供保护 Provide safety 提供安全 Give a driver's license 发驾驶执照 Approve zoning and land use 批准分区和土地使用 好 那这个问题呢 怎么要记住答案呢 因为 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是 What is the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联邦政府权利是什么呢 那州政府 它权利也是挺多 不过你要记住前面这几个听起来是比较迷惑 毕竟不是国家联邦也应该保护你嘛 所以呢联邦跟这个州的区别 不是那么的分清 不过我记住这个问题的一个技巧呢 就是说 大家呢 在不一样的州 有什么不一样呢 身份证啊 就是人家的这个驾照 所有驾照 点上写的都是不一样的州 所以不一样的州呢 给你不一样的驾照 所以当然呢 每一个州 他们就负责给你驾照了 如果联邦政府负责给你驾照的话 所有的驾照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要听这个问题的时候 听见 What is one power of the state 你可以说 To give a driver's license Right My driver's license from this state is different than theirs So that means the state gave it to me What is the power of a state to give me a driver's license 对吧 州 它的存在 就是给我一个驾照 你就可以这样记住这个问题了 好 那下面咱们看看 第43条问题 Who is the government Governor of your state now Who is the governor of your state now 你现在的州长是谁 那你只要练你的耳朵呢 听手Governor这个问题 那你就需要在你网上呢 查一下 你的Governor到底是谁呢 这个加州的话呢 就是Governor Newsom 如果是其他州的话 有自己的 这个我说的 我还没有记住啊 不过你查一下 不过如果您住在这个 Washington D.C.的话 这个Distrit of Columbia 那你因为是不是一个美国的州 是美国的一个地区 所以你没有任何州长 所以D.C.的朋友们 记住 你们没有州长 其他的朋友 去Google上查一下 此金应备 把它给备下来 好 第44条题 What is the capital of your state 你现在的州 首都是什么 这个答案呢 又是查看Google一下 每个州的首都都不一样的 不过你要听呢 What's the capital of your state 你要听清楚啊 他们问的是 Capital of your state 你没有听清楚的话 可以让他们再重复一下 Capital of the state 他们锻炼的不是你英语的听 听不听懂的能力 他们锻炼的是你的知识 所以你听不懂 再让它重复一遍 没问题的 它不会给你扣分的 所以Capital of your state 要在Google上查一下 不是country 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住在DC的话 DC是没有首都的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We don't have a capital Right We don't have a governor And we don't have a capital Because we're Washington DC We're not a state 我们不是一个州 所以这个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 那我们看第四十五条题 What are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有两个主要政党 这个党派呢 到底是什么? What are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S?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民主党和共和党 怎么样记住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信息了 不过呢 你可以这样来记住一下 美国呢 说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 不过其实呢 他们更像是一个共和主义啊 America thinks it's a democracy but it's more like a republic Democracy是大家做出所有的决定啊 决定什么法律 都是大家做的 不过在一个republic 在一个共和主义呢 一般都是一群人 把一些领导选出来 这些领导做出一些决定 所以美国实际上呢 就是republic 不过他们说自己是个democracy 对吧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记住这一个问题的答案 好 咱们看看第46条题 What is the political party of the president now? 现在总统的政党是什么呢? President Biden is a Democrat 拜登总统是民主党 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毕竟呢 我们看见啊 川普跟拜登相对 这个谁能忘掉呢? 而且呢 我觉得民主党共和党 你现在没有办法 把他们给弄混合了 因为现在是双党势不两立 所以要记住啊 President Biden 如果您是2020年到2024年 来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而且拜登总统还是撑得下去的话 那答案就是 President Biden is a Democrat 如果拜登呢 有任何原因不能继续做总统了 那我们就看见啊 Kamela Harris 哈利斯 她会上来当总统 她也是个民主党 那如果哈利斯呢 有任何原因不能当总统了 那么下一位呢 就是Nancy Pelosi 佩洛西 众议院的这个议长 会当总统 那佩洛西也是Democrat 所以从2020年到2024年呢 你回答这个问题 What is the political party of the president now? 你可以回答民主党 这个不会改变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ow? 众议院议长现在叫什么名字呢? Nancy Pelosi 佩洛西 佩洛西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看 稍微看一下美国历史 就是非常早的历史的这些问题 48道问题 There are four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about who can vote Describe one of them 宪法有四项关于谁可以投票的修正案 描述其中之一 那你在这个问题里呢 你要听到amendments What are the four amendments? 然后之后呢 你要找到vote What are the four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about who can vote? 你要听who can vote and amendments 那时候呢 你就回答这几个问题 说citizen 18 and older can vote citizens 18 and older can vote 18岁以上的公民呢 可以投票 You don't have to pay a tax to vote 无需支付 人头税 既可以投票 Any citizen can vote Women and men can vote 任何公民都可以投票 男女都可以投票 A male citizen of any race can vote 任何种族的男性公民呢 可以投票 好 那记住这个问题的一个技巧 其实呢 他们就说 让你说一个修正案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个都记下来 你就记住呢 在美国投票的话 你必须要是18岁或者以上 所以你要听amendments 或者是who can vote 你要听who can vote 对 18岁或者以上 就可以来投票了 所以要记住啊 citizens 18 and older can vote 记住这个答案 好 那咱们看看下面这一道题 第49道题 What is one responsibility that is only for United States citizens 美国公民的一项责任是什么呢 记住这个问题呢 你要听见 only for United States citizens 只有公民可以做的 那你就记住啊 公民可以投票 所以呢 答案呢 其实最简单的是 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那第二个就是 serve on a jury 对吧 那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在联邦大选中投票 这个是你要记住的 第二呢 serve on a jury 这个担任陪审团 你可以记住呢 不过我觉得这个答案 是更加有点困难的 虽然要听见呢 responsibility United States citizens 你就可以说呢 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那你要记住 任何你听见 关于citizen的一个问题 还有citizen可以做些什么 你都要记住 vote这一个答案就行了 其实这个答案呢 可以包括 下面这几个问题 所以你要记住啊 任何关于公民的问题 你要回答 就是vote就行了 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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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投票投票 美国最热爱自由言论呢 也就是最热爱 他们的投票权利 好 那第五十道题 name one right only for United States citizens 提出一项 美国公民的权利 那你有听见了 for United States citizens 那你第一个想法 应该想到什么呢 就是vote 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在联邦大选中投票 那另外一个答案也可以是呢 run for federal office 竞选联邦办公室 那这美国公民呢 当然是可以当总统的 18岁以上就可以当总统了 你要记住呢 你要当美国总统 你必须要作为美国公民 你就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 不过呢 再说一次啊 最容易记住的还是投票啊 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其实我当时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说了一句vote 我没有说federal election 不过最好呢 你记住这种啊 整个一个问题 不过当时呢 你要真正被采访的时候 你忘记了federal election 其实你说vote就行了 你vote in a federal election 最好答案 不过vote就可以了 好下面这个问题 第51道问题 咱们来看一下 what are the two rights of everyon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有两项权利 这些权利到底是什么呢 那听到这个问题呢 你要记住 他没有说citizens 他说two rights of everyon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生活在美国 生活在美国就不包括投票了 对吧 你没有听见citizen就不要想投票 这一个答案 那这个rights呢 就在美国这个修正法案中已经提过了 所以你要听见这个答案呢 其实你给两个简单的就行了 就是说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 这个在美国应该是最大规模 最出名的一个修正案的人权了 那第二呢 当然就是美国人特别喜欢枪 right so the right to bear arms 对吧 携带武器的一个权利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 the right to bear arms 非常简单可以记住的 而且呢 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 如果他没有说citizen 只说living in the state 在美国生活的话呢 你要说freedom of speech right to bear arms 就这两个就OK了 美国喜欢说话 美国喜欢开枪 freedom of speech right to bear arms 第五十一道题 好 那咱们看第五十二道题 what do we show loyalty to when we say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当我们说效忠事言时 我们对谁表出忠诚呢 答案当然是美国了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who do we show loyalty to 一个美国人问你说 你的loyalty到底应该给谁呢 那他们当然是喜欢你说 这个美国了 所以这个答案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不过另外一个答案呢 也可以是the flag国旗 不过在现在的美国呢 其实这个已经不完全是准确的了 很多美国人呢 就特别是在我受教育的时候 他们就说国旗只不过是一个 不做的一个东西 里面画几个条线 有几个星星而已了 所以这个答案呢 最容易记住的还是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对吧 不要说america america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因为america呢 是北美南美都有美国 你说america呢 他们可以就是说 哎呦是不是南美啊 是不是南美啊 不是北美啊 你要说北美 这个也是错误的 所以记住啊 要说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不要说america 对吧 要只说united states 也可以 不过切记切记呢 不能只说america 要说us the united states 好 第53道题 What is one promise you make when you become a united states citizen 当您成为美国公民时 你会做出什么承诺呢 What's one promise you make 那这个答案我们看见有很多啊 这个是官方网上给我们的 不过你只需要再次记住呢 be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对吧 我承诺 哎 我要忠于美国 他们就想听这句话 所以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 不过呢 我用英语呢 读一下其他的答案 Give up loyalty to other countries 放弃对于其他国家的忠诚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保护美国宪法和法律 Obe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遵守美国法律 Serve in the US military if needed 在美国军力服务或者是当兵 如果你需要的话 如果有这个需求 Serve do important work for the nation if needed 为国家服务 为国家做重要的工作 如果需要的 那最后就是大家要记住的 be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忠于美国 所以你要只要记住呢 You make a promise The promise is to be loyal 对吧 你要成为公民 公民需要忠于国家呀 对吧 So citizens need to be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What's one promise you make when you become a citizen You be loyal to the US 我保证我忠于美国 好 第54道题 How old do citizens have to be to vote for president How old do citizens have to be to vote for president 公民必须多大年龄 才能选举投票呢 或者是投票选举总统呢 就是18 and older 18岁或者以上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对吧 你要听见vote What age can you vote 那你就可以说18岁18 那18岁你可以开车 你可以为你的国家牺牲去打仗 你也可以投票 不过你不可以喝酒 所以大家记住啊 这个答案不是21岁啊 是18岁 你可以开车 不过不可以喝酒的年龄 你就可以投票了 所以大家记住 开车跟投票是一样年龄的 What age to vote It's gonna be 18 years old 比较容易记住了 第54道题 那下面这题第55道题 我读一下 What are the two ways Americans can participate in their democracy 美国人参与民主的方式有两种 哪两种呢 你可以说就是又回到我们之前这个答案了 Vote 投票 对吧 你要听一下 Americans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Vote number one 投票 第二呢 就是 Join a political party 加入政党 所以你要是回答两个问题的话 其实前面这两个是最最容易的 剩余这些呢 是比较复杂 也比较难备的 所以你要记住啊 I can vote 对吧 给谁投票呢 给美国官员投票啊 那只有美国公民可以成为美国的官员 所以呢 或者是你只能在这个党派呢 你才能给党派里官员投票 所以你就记住啊 Vote number one 最最简单的答案 第二呢 就是 Join a political party 加入政党 What are the two ways Vote join a party 那下面这个答案呢 我也是跟大家读一下 Help with a campaign 对吧 协助开展活动 Join a civic group 加入公民团体 Join a community group 加入社会团体 Call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给你的参议员代表打电话 Publicly support or oppose an issue or policy 公开支持或反对问题或政策 Run for office 竞选政府的官员位置或者办公室 Write to a newspaper 给报纸写信 最后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啊 对吧 给报纸写信 那之前呢 他们就是想说 我要保证人民有声音 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添加进来了 不过您只需要记住 Vote 投票 还有Join a political party 加入政党就OK了 好那咱们看看下面这条问题 第56条问题 When is the last day You can send in federal income tax forms 您可以在最后一天 什么时候呢 祭出联邦所得 这个税表格 那你要听见啊 Federal income tax forms 对吧 什么日期 What's the last day to send in federal income tax forms 你要把你的耳朵练一下 练习一下 Federal income tax forms What's the day 你就可以说啊 4月15日 April 14th 那你要说April啊 不能说the fourth month 对吧 他们不接这套的 那美国你必须要说April 15th 怎么样记住呢 就是4加1等于5 4就是April Fifteenth呢 就是15号 好那第57道问题 Why must When must all men register for selective service When must all men register for selective service 所有人员呢 何时必须注册参加 这个选择性服务 或者是当兵的一个意思啊 你要听selective service 那美国呢 一般把当兵人 就是说service Are you in the service 你是兵人吗 Are you in the service 那service就是服务 为国家服务呢 通常都是要不然投票 要不然去为国家牺牲 所以要听见selective service呢 你就记住 哎呦 When 对吧 什么时候 那18岁或者以上 那这个跟投票是一模一样的 18岁 你可以投票 你可以驾车 你可以为你的国家牺牲 不过你不可以喝酒 哎 所以呢 这个呢 永远都不会是21岁啊 所以呢 at age 18 或者你说18就行了 那美国又有一个范围啊 就是说 哎 什么时候呢 你不需要去当兵 国家打仗 你什么时候没有必要呢 去打仗 那就是 between 18 and 26 18岁到26岁之间呢 你是需要来register 所以呢 你要是26岁已经过了 哎 作为美国公民 你还是没有去注册的话 哎 那就完了 不过呢 你如果是26岁以上 而且你考这个公民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在美国居住的时候 你已经26岁以上了 你是没有必要来注册这个选择性服务的 所以你要记住 18加8等于26 18岁到26岁的人呢 这个之间必须要注册来去有可能当兵 你不需要呢 去当兵 不过国家绣任的时候呢 你去为国家打仗 18岁 可以驾车 可以投票 也可以为国家牺牲 好 那第58道题 What is one reason colonists came to America 殖民者来到美国的原因呢 之一是什么 当然 我们在前几个节目上呢 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当时一批人来到了美国 那是因为呢 英国他们的这个宗教呢 是太严格了 你要在英国的话 你不去教堂 你都需要被罚款 而且你只能信Catholics 你不能有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就是信仰 所以呢 当时有些人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呢 虽然包括上天 包括耶稣 不过呢 没有符合英国这个Catholicism的一个范围 所以他们当时就来到美国了 所以呢 回答这个答案 你要记住啊 这些人来到美国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想要有 在宗教这方面的一个自由 所以呢 religious freedom 是其中最好的一个答案 那第二呢 你要说到freedom 其实freedom自己就是一个答案 他们不只是想在宗教这方面有自由 他们也想有其他的自由 就说呢 我离开这个政府了 我就不被他们管了 对不对啊 其实不是 他们还是被管了 不过呢 答案就是 freedom 自由 还有religious freedom 宗教自由 最容易的答案呢 记住freedom就已经OK了 然后记住religious freedom呢 宗教自由就是第二个答案了 不过我把下面这个答案呢 所以我都给大家读一下 第一个 freedom 自由 political liberty 政治自由 religious freedom 宗教自由 economic opportunity 经济机会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信奉宗教 escape persecution 逃避追害 逃避追害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当时呢 这些人 因为他们的信仰 没有符合英国的这个 宗教 所以他们来到了美国 想脱离 想自己在美国有自己的信仰 还好呢 我们这个创始人呢 他们说在美国有信仰 没有信仰都OK的 要不然咱们现在可能都需要被逼 这个现代 Catholicism 或者什么另外一个信仰了 没有信仰 有可能就是不行了 所以答案就是 freedom religious freedom 非常简单的 好 下面这个问题 第59条 谁在欧洲人达到美国之前住在美国 答案是 美洲印第安人 或者是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原住民 那回答这个答案是有点tricky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你没有办法就是把美国的这个印第安人 说成是american indians 因为他们不是印第安 因为他们不是印度人 为什么他们还是被叫成是indians呢 就是因为当时哥伦比亚想来到美国的时候 发现美国的时候 他其实想去的是印度 结果呢 哥伦比亚是超级失败 印度呢 在这边 他往这边走 走了 哇 好长时间呢 来到了美国 所以呢 他就以为啊 他下船 还是以为呢 自己是多么的出色 以为 哇 我已经找到印度了 我是绕着全世界转了一圈 找到印度了 所以呢 他就管这些在这个 他发现这个大陆上的人呢 就叫成是indian了 明显不是印度人 不过他们皮肤是黑色的 头发是黑色的 所以他说呢 这些应该是印度人 对不对呀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 当初的美国人 甚至现在的美国人呢 都把美国当时的这个印第安人 说成是indians 不过呢 在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社会呢 你最好还是要说 native americans native americans 美洲援助援 援助民 那记住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 你要听谁原来住在美国 原来住在这块的 一般都会叫成native 所以记住native 这个援助的一个单词 native americans 谁住在美国呢 就是住在美国的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s 记住这个 千万千万不要只说indians 你要说indians的话 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了 所以indians是不对 american indians可以是对的 不过最好要记住 native americans 第六十条问题 what group of people was taken to america and sold as slaves what group of people was taken to america and sold as slaves 你要听见 这个奴隶这个问题啊 slaves 哪些人被带到美国 作为奴隶而出销 那就是africans 非洲人 或者呢 是people from africa 来自非洲的人 不过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千万千万记住啊 你要说africans 你不能说黑人 you can't say black people 对吧 那一般来说呢 你要说black people 逻辑上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呢 黑人不只是在非洲的当时 而且呢 除此之外 现在在这个政治正确的世界上呢 他一般说什么 你就 他写什么 你就说什么吧 要切记是africans 而不是黑人 对吧 从非洲带过来 的确都是黑人 而且呢 只有黑人当时被做成黑奴 这是为什么 我们管奴隶 但slaves呢 叫成黑奴 不过切记切记 答案是africans who were taken to america and sold as slaves africans 从非洲过来的一批人 好 下一个问题 why did the colonists fight the british 为什么这些殖民者呢 是与英国人斗争 那这个答案其实是比较 简单记住的 为什么呢 他们当时造反 因为呢 需要给他们交的税钱太多了 现在我们也是有很高的税啊 特别是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 税太高了 所以他们当时因为税太高 所以开始反抗英国 所以答案呢 就最容易的就是 because of high taxes because of high taxes 由于税太高了 那下面这个答案 我也跟大家读一下吧 because the british army stayed in their houses 因为英军呢 留在他们的屋里 当时英国呢 就看见美国开始造反 他说你给我税给再多一点 美国人说不干 或者是没有听英国的使唤 当时英国国王呢 就觉得非常愤怒 你是属于我的 你敢不给我税好 我把士兵派出去 而且呢 这些士兵不仅要来到你的地区 他也可以住你的房子里 那当时英国就一直要法律呢 国王创造了一个法律 送下去了 说我把我的士兵派过去 你必须要让他在你家里呢 可以吃可以住可以睡 什么都可以的 而且呢 也没有办法反抗 那当时有很多人也是非常生气啊 对吧 你坐airbnb 你也需要交钱啊 不过这些士兵没有需要交钱 国王这样一说 他们就住进你家里了 所以呢 他们当时也是因此呢 而造反 那最后这个答案就是说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self-government 因为他们没有自治权 那当然美国人想自己管理自己了 美国呢 跟英国隔的是那么远 所以呢 我们当然要开始独立 要给自己来一个政府系统 所以你可以说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self-government 不过其实回答这个问题 why did the colonists fight the British 你可以说 because of high taxes 他们需要交的钱太多了 because of high taxes 当时呢 相信大家记住啊 这个波士顿的茶宴会 Boston Tea Party 他们把英国送过来的茶 都给放进海里了 英国人特别喜欢喝茶 美国人喜欢喝茶 那当时就是因为呢 英国把茶的税弄太高了 他们觉得不乐意了 把所有的茶放进海里了 我还让英国输了好多钱 一下子 丢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硬磅啊 所以他们当时就觉得 你把我的钱都给扔了 我把视频派出去 让他们住你家里 来给你们看一点颜色 对不对 好 那第62条问题 Who wrot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谁写了独立宣言 Who wrot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答案就是 Thomas Jefferson 这个没有什么技巧 只有死记硬背 就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了 Thomas Jefferson 好 那这个问题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好 那到下一个问题 第62条 When w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dopted 独立宣言是何时通过的 When w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dopted 那你听adopted这个单词 就说什么时候被领养 其实呢 adopted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什么时候通过 什么时候呢 被执行了 所以呢 这个日期 大家只能死记应位呢 就是July 4th 1776 这个7月4号 1776年 那4th of July 大家都知道这个节日 如果你要在美国居住的话 4th of July 所以这个7月4号 是非常容易记住的 1776呢 只能死记应位了 1776 4th of July 嗯 要记住哦 好 那下一条问题 第64条问题 There were 13 original states Name 3 有13个原始州 命名三个 当然呢 13个州 我觉得放这 那字就变太小了 所以我把前面这几个弄给大家 而且在所有州里呢 它只要你三个 所以我把三个呢 变成黑字体了 送给大家 那这个三个呢 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New York New Jersey New Hamster 三个 三个 New 我觉得信息太多了 我觉得信息太多不好的 所以记住啊 New York New Jersey New Hamster New York New Jersey New Hamster 美国有New 还有新的这个呢 没有太多这样的州 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 New York New Jersey New Hamster 因为当时英国有一个York 有一个Jersey 有一个Hamster 所以他们说呢 我们过来选名字 选新的名字 太麻烦了 所以这一款它叫成 新的一个York 新的一个Jersey 新的一个Hamster 就行了 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 New York New Jersey New Hamster 我都背起来了 What happened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What happened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这个制宣会议 不好意思啊 发生了什么 制宣会议发生了什么 The Constitution was written 宪法被创造 被写了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你要听见啊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你要是能听懂这几个字的话 你就说过 They wrote the Constitution Convention是会议的一个意思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They wrote the Constitution 对吧 他们写了Constitution 当时呢 其实他们开了会议 开了好久 因为呢 这一个美国宪法 你是写一次 而且这个历史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 而且他们要把 政府呢 都给设置出来 而且知道以后呢 怎么样把政府保证 就是他们的一个梦想一样的 所以他们当时呢 这个做讨论 以下从5月25号 以下讨论到9月17号啊 整整花了差不多 四个多月的时间呢 才把这个宪法给弄出来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就是Constitution was written 他们写了 这个Constitution 或者是 The Founding Fathers wrote the Constitution 创始者呢 写了宪法 第66道题 When was the Constitution written? When was the Constitution written? 宪法是什么时候写的? 这个只能死经一辈了 就是1787年 The Federalist Papers Supported the passage of the U.S. Constitution Name one of the writers 联邦主义者呢 文件支持美国宪法的通过 指定一位作家 那一共有四个作家 大家只需要记住 一个就可以了 我把名字都读一下啊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Publius 好那在这一个答案上呢 我不知道有四个问题啊 四个答案 不过呢 我们看见啊 最容易记住的就是 John Jay 我上面的这个名字 那J这个名字 相信观众朋友们 都是非常明白的 哎 中国有好多出来的J啊 亚洲人特别喜欢把J 当成自己的名字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John John也是在美国来说 非常普遍的名字 所以你要记住啊 写Federalist Paper 你要听住Federalist Paper的时候呢 你就记住啊 John Jay 好下面一个问题 What is one thing Benjamin Franklin is known for 本杰明 富兰克林 最著名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其实他有很多 不同的著名 这个事件啊 有一个是被雷劈了 不过呢 他们这张写的答案呢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那这个答案呢 其实我个人记住的时候 我当时记得是 因为我在历史课堂上呢 记过这个 不过你要听见Benjamin Franklin呢 直接就说 U.S.Diplomat就行了 他是一个外交官员 这个人呢 他这个人员是比较好吧 他是看起来比较照理 也看起来比较 就是阳光的一个老头 所以呢 他是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易的 所以呢 Benjamin Franklin 你就说 U.S.Diplomat Benjamin Franklin U.S.Diplomat 美国外交官 好 那下面这个问题 咱们看看 Who is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 谁是我们国家的父亲 这个答案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George Washington 记住啊 Father of our country 谁是我们国家的父亲 就是第一个总统 也就是呢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 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而且下面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同样的一个答案 Who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谁是第一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所以华盛顿 他是美国当时 当一个将军 来反抗英国 那所以之后呢 大家把他当成 美国第一任总统了 而且呢 他是 就是为什么呢 美国这么多总统 都是干了 八年之后就不干了 因为呢 George Washington 他不想当国王 他其实呢 将军当完之后呢 总统他都没想当 不过其他人呢 把他给提上去了 所以就因为 他不想当官员这个位置 所以他做了八年之后呢 他就说放弃总统的位置 所以产生了 美国现在的一个传统 所以呢 在很多不同方面 都可以说 他给美国带来 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美国人管他 叫为美国的父亲 The father of America Father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然后第二呢 就是第一个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好 下一个问题 1803年 美国从法国购买了 哪个领土 哇 那当时呢 整个美国啊 在这个1787呢 1776年左右呢 其实都不是都属于美国的 当时这些人呢 只有13个这个领土而已 所以呢 之后 美国是想把整个这个地区 都属于他们的 所以他们是从法国手中呢 买过来了一片地 这个地理名字叫 The Louisiana Territory 路伊斯安娜领地 所以是 路伊斯安娜 就是路 然后Easy 然后安娜 路伊斯安娜 Territory 或者你可以说路伊斯安娜 就可以了 你要听啊 French purchased something from the French You purchased Louisiana from the French 对吧 从法国人买到路伊斯安娜州的这个领土 好 下一个问题 Name one war f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800s 例句 美国在1800年打过的一场战争 不是第一场 是一场 所以呢 1800任何一个战争都可以 那我来读一下英文答案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 Mexican American War 墨议战争 Civil War 内战 Spanish 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其实呢 这四个答案当中呢 两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第一个呢 就是War of 1812 如果你要听这个人呢 问你说1800年美国打的仗 你就想 美国1812年打过一个战争 叫什么名字呢 就是1812年的战争 The War of 1812 那第二个大家可以记住的 就是1800年左右呢 美国是打了内战 所以是Civil War 非常容易记住的 那这些考官问你的问题呢 一些会包括1800 1900 这两个年代的这些战争 所以呢 你要听到1800年的时候呢 你就使劲被记住 这个内战Civil War 或者是1812年战争就可以了 好 下面一道问题 Name the US war between North and the South 就是说 来说一下美国南部跟北部 所打的一个战争 那当然你要听啊 美国南部还有北部的战争 就是美国内战 对不对啊 那就是Civil War The Civil War 内战 那内战的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说 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 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说法 国家之间的一个战争 不过呢 这个问题啊 你要是听美国自己呢 跟自己打仗 你就说Civil War 或者内战就可以了 可以了 所以再次发言啊 Civil War 就OK了 好 那咱们看看第74道题 Name one problem that led to the Civil War 例句导致内战的一个问题 那当时内战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历史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呢 那这个答案呢 包括Slavery 奴隶制 Economic reasons 经济的一些原因 还有States right 各个州的一些权利 所以最容易记住的答案 其实美国内战呢 大家都会听见是因为 黑奴的一个问题 就是奴隶 Slavery 那这个是最佳容易记住的 不过其实当时内战呢 是因为南部跟北部呢 他们是都想要更多的权利 那北部的人呢 一般都没有黑奴 所以他们人不是那么多 那南部呢 他们有黑奴 不过他们的人数呢 没有比北 就是白人呢 不是黑奴的人 没有超过北部 所以他们说呢 我们有黑奴 黑奴也算是人 虽然他们是算我们的一个 这个财产吧 不过我们也应该有黑奴 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投票权利 那当时这个北部就是说了 你看这些人呢 他们没有权利 他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投票 所以这个不应该算票 毕竟呢 他们不算是公民呢 他们算是美国的一个资产 而也是一个property 所以他们就不同意了 那南方呢 就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权利呢 每次北部有任何需求 我们投票投不过他们 那我们就不干了 我们要做出自己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美国产生了内战 那所以呢 其实原来呢 这个问题也是在 slavery或者奴隶制这方面呢 不过大家可以就是回答 slavery就OK了 Civil war is because of slavery Civil war 你要听见why civil war because of slavery就行了 历史上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What was one important thing that Abraham Lincoln did 林肯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 那你要作为美国 或者你在美国长大的话呢 你都知道啊 Abraham Lincoln freed the slaves 他是解放奴隶的这一个人 不过其实呢 他解放奴隶完全是要打击美国的难度 他个人对于奴隶的看法呢 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强烈吧 他没有说激烈性的想法 他们给解放 只不过呢 当时美国人最最关注的 是美国呢 保持在一个状态 不要分成北部和南部 所以呢 他是说呢 我要想 我要想团结美国这个联盟 所以save the union 保存联盟 是真实正确的一个答案 不过呢 的确啊 他也是因为通过了一个法律 而且释放了所有在美国的奴隶 当时是南部还有北部呢 都被释放了 所以你要听Abraham Lincoln What did he do 他做了些什么 Free the slaves 就OK了 好 下一道问题 What di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do What di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do 解放誓言做了些什么 那这是林肯所做的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你要记住 你要练习你的耳朵 听的这个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你就是答案就是自动的说 freed the slaves 释放奴隶 那freed the slaves 其实这个就是唯一的个答案 不过呢 他又列了其他的答案 我可以来给大家读一下 所以大家就熟悉一下 freed the slaves in the confederacy 在联邦中释放奴隶 释放联邦州的奴隶 freed slaves in most southern states 在南部大多数州释放了奴隶 好 那这个就是这几个答案了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等于 freed the slaves 解放美国当时的黑人奴隶 好 那我们看看厦门这一个问题 还有答案 第77条 What did Susan B. Anthony do? Susan B. Anthony 做了些什么 那Susan B. Anthony 其实在这个100多个答案当中 她是唯一一个女人的名字 所以你要听Susan 就是说 唯一问到女人的问题 她当然就是为女人做了些什么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 它是给妇女争过来了好多的人权 好多的权力 在她之前 女人是没有办法来投票的 还有自己有很多 就是美国人可以有的权力 她都没有 其实甚至少数民族的男人 当时都有一些权力 然后这些是白人女士都没有的 所以Susan B. Anthony 是站出来 为所有美国的女士而战斗 来争人权 不过其实历史告诉我们 Susan B. Anthony 她不是完全热爱 所有的少数民族妇女的 她当时差不多 都是为白人女性争一些权力 不过因为她为白人女性争权力了 所以这个也是给少数民族的女人 带来很多的好处 所以虽然她的内心 不是往这边干的 不过她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好处 所以还是Susan B. Anthony 在美国历史上 算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人员 所以是Fought for Civil Rights 争取公民权利 或者是Fought for Women's Rights Susan B. Anthony Susan是女人的名字 所以她为女人的权利而战 Fought for Women's Rights 好 下一个问题 Name one war f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00s Name one war f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00s 所以这是F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是美国打过的一个战争 所以1900年 那之前我们有个1800年 那答案呢就是1812年的战争 War of 1812 或者是Civil War 那1900年的战争呢 美国参与的就是没有不少了 对吧 那最最出名的当然就是世界大战 那世界大战一和二都在这个答案之上 所以我就读一下英语的答案 World War One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Golf War 海湾战争 所以你要听啊 美国在1900年打过的战争 就直接说World War One 或者World War Two 世界大战一或者二就OK了 比较容易记住的啊 1800年就是这个1812年的战争 那1900年就是世界大战啊 好 那下面他们问一下 Who was the president during World War One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统是谁呢 那他的名字叫做Woodrow Wilson维尔逊 怎么样记住他的名字呢 那这个试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啊 World War 那是两个W啊 World是一个W War是一个W 是第一次 所以第一次的World War呢 世界大战 他的总统是Woodrow Wilson 两个W啊 他的first name是W Woodrow 然后Wilson Woodrow Wilson fought World War One 对吧 这么多W的这个声音啊 所以你要记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Woodrow Wilson 死记应被 把他给记下来 好 那问问第一个世界大战呢 我们就要看看第二个世界大战的总统是谁 Who was the presiden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Two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你直接要听到这个World War Two Who was the president 对吧 在大萧条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谁担任总统 那答案就是Franklin Roosevelt 就是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那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你就可以知道是Woodrow Wilson 里面有两个W的一个名字 那第二个你只能死记应被下来了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就是Franklin D Roosevelt 或者是FDR都可以 那你要说Rosevelt 这个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了 好下面这个问题 Who did the United States fight in World War Two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 与谁作战 那有三个答案 就是Japan Germany And Italy 日本 德国 和意大利 相信所有的观众呢 都是知道这些历史啊 所以呢 你直接记住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就行了 日本 日本 德国 还有意大利 Japan Germany And Italy Fough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Two Before he was president Eisenhower was a general What war was he in Eisenhower 当任总统之前呢 是一名将军 他参加了哪一场战争 那就是World War Two 这个可能有点复杂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呢 我们刚刚学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统呢 就是FDR Franklin D. Roosevelt 不过呢 当时另外一个总统当了一个将军啊 他的名字就叫做就叫做Eisenhower 所以呢 我们要记住啊 你如果他问你一个人 他在当总统之前 在世界大战二当中打仗过 不过当时没有当总统 那他的名字是Eisenhower 所以呢 你只要记住啊 听到Eisenhower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就直接说World War Two 因为其他这些问题当中呢 没有另外一个会提到Eisenhower这个名字 所以你要练习自己啊 说Eisenhower fought in World War Two 他们问Eisenhower was a general Which war was he in? World War Two 83道题 During the Cold War What was the main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冷战期间 美国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呢 答案原本来说 我个人觉得是俄罗斯 因为是美国跟俄罗斯开始冷战 对不对啊 不过其实呢 美国当时有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 共产主义 Communism Communism 那当时呢 大家都害怕 因为俄罗斯当时是这个共产主义啊 他们说的不是中国 所以他们说 任何属于共产主义的人 都是一些间谍 当时美国呢 其实有很多人在追踪这些共产主义人啊 而且当时在美国 如果就是没有人相信你的话 他们可以说你是个共产主义者 You're a communist 这个在美国当时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名称啊 因为如果你要是被其他人当做是一个communist的话 人家都不会相信你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是让大家想到2020年呢 有很多人对亚洲人的一个歧视 当时呢 这个是他们对于俄罗斯人的一个歧视 就说communism 这个也不能算歧视吧 因为专门国家都在冷战期间 所以当然两个国家都不会 都不会喜欢彼此了 所以你要听见了 Main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你就想到communism 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因为现在美国人还是比较不喜欢communism 共产主义的 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听见 要想到civil rights movement civil rights在美国是非常出名 非常著名的一个行动啊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civil rights是给少数民族人权的 当时也是给女人人权的 所以civil rights movement 公民权利的行动 就是这个答案了 小马丁路德金做了些什么 那你要在美国呢 待了任何一段时间 或者在美国有教育的话 就是有美国教育的话呢 你当然会知道 Martin Luther King这个人了 美国其实也有一个节日呢 是送给他的 那Martin Luther King他做的就是 Fought for civil rights 争取公民的权利 Work for equality for all Americans Work for equality for all Americans 所有美国人得取平等 所以你要记住啊 civil rights肯定是应该会 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你要记住civil rights 当时Martin Luther King呢 他是为civil rights呢 为这个公民权利而奋斗的 所以Martin Luther King 要跟civil rights放在一起 He fought for civil rights Martin Luther King fought for civil rights 好 What major event happened On September 11th 2001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年9月11日 在美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 你要听见911这个日期 你就知道了 是恐怖分子袭击美国 当时呢 美国这个教育大厦被攻击了 所以是Terrorists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Terrorists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 911袭击事件 你要记住 911 Terrorists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当时这个是让美国 全国感觉非常恐惧的一个事件 当时没有人觉得呢 任何人有胆量来攻击美国 当时呢 这些恐怖分子 Terrorists就这样做了 所以比较容易记住的啊 Name one American Indian tribe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命名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 那他们说的也是一个tribe的一个名字 他们一个团队的名字 那在美国最出名的美国这个印第安人呢 美国本土人的名字叫做 Cherokee 其实美国有啊 数十多个这样的美国印第安人的这个部队啊 所以呢 最容易记住的是 Cherokee 那另外还有几个 其他的一些名字 不过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一个就行了 其他的名字看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没把它放在上面 也不想让大家感觉到迷惑 或者是变成confused 所以你要记住 Cherokee就行了 Name one of the two longest rivers 命名美国两条最长的河流之一 那美国最长这个河流呢 你要问美国人的话 他们都会回答 Mississippi River 密西西比州的这个河 所以一般呢 大家都会记住 Mississippi River 我在发生这一个啊 Mississippi Mississippi River 然后就两个CC啊 Mississippi River 另外一个答案呢 那就是Missouri River 这个米苏里州的这一条河 我是建议大家呢 记住这个Mississippi啊 因为这个是MISSISSIPPI 非常困难拼出来的 不过发言呢 是比较好玩的 Mississippi 美国人呢 其实把Mississippi当做 就是数数字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要从一数到十的话 很多人呢 都会数的速度比较快 速度比较慢 所以在一般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要真的想数一数到十 不加速的话 美国人会这样说啊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Three Mississippi 那他们把这个Mississippi 当做就是隔离 每一个数字中间的一个 一段东西啊 所以呢 让你不数得太快 所以Mississippi呢 是美国最长的一条河 The Mississippi River What ocean i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西海岸是什么海洋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所以你要看西部呢 就是Pacific Ocean 太平洋 所以你要听啊 West Coast West is Pacific West is Pacific What ocean i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那就是the Pacific Ocean 大家记住 这个智能四季应备下来了 好 那下面就问 东边这个海啊 What ocean is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东海岸 是什么海洋 就是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那我个人啊 记住这个的方式就是说呢 我当时在Atlanta Georgia Atlanta Georgia 居住了四年 乔州呢 是在美国的这个 南部不过也是 靠着这个东岸了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Atlanta在这边 所以这个海肯定是 The Atlantic Ocean 打西洋 所以记住啊 在这个左边这方面呢 在什么想的 左西 西部这方面呢 是Pacific 在东边呢 就是Atlantic 这边是Pacific 这边是Atlantic 你记住这个就好了 只能死进一位 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技巧啊 好 那下面咱们看看啊 Name one US territory 命名一个美国的领土 那美国呢 一共有很多不同的领土啊 我把这个五个送给了大家 所以呢 我先读一下所有的答案 然后我之后呢 告诉大家 哪个是最容易记住的 第一个 Pirito Rico Pirito Rico 波多 什么狸阁 第二个 US Virgin Islands 美国 这个是维尔金群岛 American Samoa 美国的这个 Samoa岛 North Mariana Islands 北马里亚那群岛 Guam 关岛 那大家看见啊 之前这四个答案呢 其实我读他的这个 口音都一样不顺 美国人呢 也是没有办法来完全读顺 所以呢 最容易记住的当时是 当然是最后这个关岛了 因为呢 这个关岛 相信有很多人呢 都可以 都是想过去那里去旅游过 我相信也是 应该算最出名的一个吧 所以呢 大家要记住 Guam 就行了 Guam 关岛 关岛 Guam 是一个美国的领土 US territory What's a US territory? Guam 这样就行了 好 厦门一道问题 Name one state that borders Canada Name one state that borders Canada 例举一个与加拿大挨着的一个州 那这个是比较容易啊 纽约 New York 其实有很多州呢 是跟加拿大一起 一起开始 靠近一起的 不过呢 我觉得啊 美国哪一个州是最出名的 任何世界人都可以知道的 那就是纽约 所以呢 哪个州是靠近加拿大 你就说 New York 就行了 纽约 比较容易记住的 好 下一个问题 Name one state that borders Mexico 例举一个与墨西哥挨着的一个州 那这有几个不同的答案啊 所以我把三个最容易背下来的 送给大家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 这个是我们在居住的一个地区啊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Texas 德州 那大家如果知道美国地理的话 就知道啊 加州肯定是挨着墨西哥州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记住的 特别是如果您是住在加州的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呢 是亚洲人 所以呢 有很多亚洲人也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那New Mexico 为什么放在这块呢 因为它问的是 哪一个one US state that borders Mexico 靠着墨西哥的 那美国有一个叫新墨西哥的 New Mexico is next to Mexico 所以呢 记住这个州是比较容易的 New Mexico is next to Mexico 那最后就是德州 有很多亚洲 我知道也是住在休斯顿 所以呢 德州靠近了墨西哥 所以你可以说 California New Mexico or Texas 比较容易记住的 好 下一道问题 What is the capital of United States 美国的首都是什么 答案是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大家要记住啊 这个有 美国有一个Washington 一个州 不过呢 美国的首都是Washington D.C 就是D.C 你加上去就可以了 很多人呢 就包括我个人 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还以为美国的首都是纽约 不过纽约呢 纽约城市 只不过是纽约的首都 那美国人呢 当时就觉得 美国任何一个州都 不应该成为一个首都 因为呢 这个州应该会有 很大的一个权力 美国是需要投票过来的 所以呢 首都的票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有代表力 有象征力 所以他们就说 不行 我们的首都不能成为一个州 所以呢 他们说 我们的首都当成 华盛顿D.C 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这个不是一个州 它是美国的一个地区啊 所以呢 大家要记住 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首都呢 不是任何一个州 是Washington D.C 要把D.C 给加上去 好 下面一道问题 What Where is the Statue of Liberty Where is the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 在哪里 那就是纽约 New York 不过具体来说呢 它是在一个小岛上 那这个小岛的名字 叫做 Liberty Island 不过Liberty Island 你还是要多余记忆一个东西 你直接想 自由女神呢 就是在纽约 New York Statue of Liberty is in New York 不好意思啊 Why does the flag have 13 stripes 为什么国旗呢 有13条条文 答案就是因为 Because there were 13 original colonies 因为有13个原始的殖民地 当时美国呢 很多不是美国人啊 当时英国人呢 一坐船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是建立了13个不同的 这个殖民地 所以呢 当时他们先有国旗的时候呢 就把它放13个条 代表美国13个最原始的 这个殖民地 所以要记住啊 Because there were 13 original colonies Original是原来 colonies 那是殖民地 So there were 13 original colonies That's why there are 13 stripes on the American flag 我们国旗的问题 听到13就想到 13 colonies就OK了 还有呢 Because the stripes represent the original colonies 因为这个条文呢 代表原始的殖民地 不过我觉得第一个答案呢 是更加容易记住的 Why is there 13 stripes 13个 Because there were 13 colonies Yeah right 好 下一道问题 Why does the flag have 50 stars 国旗为什么 有50个星星呢 答案就是 Because there is one star for each state 因为每周呢 只有一颗星 Because each star represents a state 因为每颗星星呢 都代表一个州 Because there are 50 states 因为美国有50个州 我当时回答的呢 就是 Because there are 50 states Why does the flag have 50 stars 为什么它有50个星星呢 因为美国有50个州啊 50个州 一个州有一个星星 那就是50个星星了 Why is there 50 stars on the flag Because there are 50 states in the US 比较容易记住的 这个应该不是 困难的一道问题 好 第98道题 马上就弄完了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anthem 国歌的名字叫什么 那国歌的名字呢 叫做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星条旗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这个叫做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死机应配啊 Star Spangled Banner 国旗上有很多星星 The Star 然后国旗呢 就是Spangled 对吧 是一个这个国旗 The Banner Banner就是国旗 Star Spangled Banner Star是有很多星星 Spangled就是星星 放在这个什么东西上 Banner呢 就是国旗了 Star Spangled Banner 是我们国歌的一个名字 所以大家只能死记应备住了 Star Spangled Banner is the United States's national anthem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好 第99道题 When do we celebrate Independence Day 我们何时庆祝独立日 你要在美国住一段时间的话 你肯定要知道了 是July 4th or 4th of July 美国非常出名的节日 7月4日 所以这个死记应备啊 哪天呢 就是美国说 我们自由了 对吧 庆祝我们独立 7月4日 The 4th of July is Independence Day 听到Independent 就是独立 Independent Day 独立日 所以你要想到7月4号 4th of July 这样回答他就可以了 或者是July 4th 不过美国人呢更擅长说 4th of July 7月份的第4月 第4日 不好意思啊 好 最后的道题 100题 哇 我们来到最后了 好 Name two national US holidays 命名两个美国国定假日 哎 美国呢 在所有的 差不多所有的公司上来说呢 这些节日都会放假 除了亚马逊啊 那好 那答案就是 New Year's Day 元旦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Thanks Giving 感恩节 Christmas 圣诞节 好 那我觉得呢 大家都可以记住 这四个答案呢 其实美国有好多不同的节日 我们是把这四个送给大家 因为是最佳容易记住的 因为New Year's呢 哪个国家都有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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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呢 差不多所有国家都知道了 所以呢 一个非常容易记住的 就是New Year's 对吧 Two national US holidays 你要听National holidays 你要说 哎 New Year's Day 那New Year's 也应该可以的 不过他们这个答案上 写的是New Year's Day 所以你要把这个Day 加上去 第二呢 就是我们刚刚知道 这个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 这个是所有美国人都会知道的 Fourth of July 这个7月4日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记住 Independence Day 不过上面这两个 如果大家是有点困难的话 咱们可以记住下面这两个 也就是所有世界都知道了 虽然不是所有世界 所有国家都庆祝这两个节日 不过他们是非常出名的 就是Thanksgiving 感恩节 吃这个虎鸡什么的 吃好多东西啊 所以美国 我觉得最出名的 其中之一的 应该是 应该是数第二 最出名的节日呢 就应该是Thanksgiving了 感恩节 那美国最最出名的节日呢 就是Christmas 圣诞节 Christmas 我知道这个有个Christmas 不过大家发言呢 是Christmas Christmas 圣诞节 所以大家只是记住啊 感恩节圣诞节 Christmas Thanksgiving 2US National Holidays 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100条 美国入籍考试的一些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些视频呢 来做一些复习 那所以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没有啥事做 可以呢 把这个当作我们背景的一些音乐 背景的一些视频呢 大家可以慢慢来学一下所有的信息呢 而且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考过美国入籍考试 如果任何观众呢 是希望考入籍考试的话 或者知道任何朋友 要考入籍考试的话 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好 那我们这个美国入籍考试这一系列呢 都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希望帮助很多观众朋友们来复习 以后也可以希望呢 跟观众朋友们再次见面 那今天这个节目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次呢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